一代巴西球王贝利在巴西圣堡罗黎市享年82岁 球王贝利因为呼吸道感染入院治疗 但早前已因为对化疗无反应转入临终病房 球王贝利一生荣誉无数 曾随巴西队获得三次世界杯冠军 2012年被金组奖属于史上最佳球员称号 2022年还剩最后几天 足坛却迎来悲伤的告别时刻 今天巴西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院发布公告 一代球王贝利离开人世 享年82岁 今年11月底 贝利因身体状况出现问题被送入医院 卡塔尔世界杯期间 包括内玛尔、卡塞米罗、贝克汉姆、温格在内的足坛明星 以及无数球迷 均通过各种方式为球王祈福 但在世界杯后 贝利最终没能战胜病魔 带着未能看到巴西再夺大力神杯的遗憾 走完了他的人生旅途 贝利是唯一曾三夺世界杯冠军的球员 是被国际足联官方盖章的球王 他曾代表巴西队参赛92场打进77球 夺得1958、1962、1970年三届世界杯冠军 为巴西永久性地保留了雷米特杯 回忆贝利的足球故事 这其中还有他和新名晚报的不解情人 他曾多次来到上海 并在2002年为本报提下提词 祝新名晚报读者一切都好 传奇落幕 今天我们一起缅怀球王贝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